这两张卡片 会完全找到彼此的另外一罐 你是男生女生 南方人北方人 你名字有几个字 在那一刻 我们都会见证奇迹 刘鲜贵为五年 在登春晚 可是背后主持人 小泥的困惑表情太强耶 让这场魔术直接失焦 我听说 刚才魔术 小泥的扑克牌没对上 他是全国唯一一个 不不不 其实不止这位小泥 站在他们背后的真顺心 也一丝没对上了 这两张卡片 会有两天找到彼此的另外一段 你是男生女生 南方人北方人 你名字有几个字 在那一刻 我们都会见证奇迹 搞笑的是 六千后半段 就登上热搜的魔术 重播是完完整整的被保留了 反倒是第一个魔术被剪光光 而这背后原因呢 网友一致推了全是因为 盖奶 从画面之后很明显才可以看到 六千身后两边做了 给盖奶置入广告的人 没想到右边这位姐姐 一直在喝 可那是广告超时了 悄悄进来的工作人员 要请白衣服姐姐传话 可是做太远了叫不到 最后请前面大爷帮忙一下了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边有黑桃的